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e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里两篇 代理了时事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小新 AI 诈骗 新闻来源 CNN 这边帮大家快速整理出本篇文章 重点十个单字 首先当然第一个就是 成为诈骗的受害者 那各位这个受害者叫 Victim 好,那成为 各位他这个有搭配字叫 Fall Fall Victim 2 那这个会复制你的声音 Clone 好,那这个复制这个单字 它比较类似像特征 复制你的声音的特征 然后重制 按照那个复制的方式 把它重新的做出来 这个单字叫 Replicate 那进行诈骗 欺诈 这个叫 Scam 另外一个在文章中也有用到的 这个指的是犯下的诈骗罪 骗子的意思 Fraud Fraud 那为了避免被这个AI的模仿声音骗到 这个文章倒是有建立到 跟这个亲朋好友约定一些暗号 约定一些用语 这个叫 Phrase Phrase 随机的 随机的要跟你的密码不一样 这个叫 Random Random 好,来来证实你的本尊 证实你的身份 证实这个单字叫 Verify Verify 好,那擅长的 这个 AI越来越擅长模仿我们人类 这个叫 Adapt Adapt 也越来越会模仿 各位,那个模仿跟刚刚那几个字就同一字 Mimic 我来播放一下音档 让各位做一下本篇文章的预袭 Millions of people could fall victim to scams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lone their voices a UK bank has warned Starling Bank, an online-only lender said fraudsters are capable of using AI to replicate a person's voice from just three seconds of audio found in, for example a video the person has posted online the bank is encouraging people to agree a safe phrase with their loved ones A simple, random phrase tha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ifferent from their other passwords that can be used to verify their identity over the phone As AI becomes increasingly adept at mimicking human voices concerns are mounting about its potential to harm people by, for example helping criminals access their bank accounts and spread misinformation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热爱英语学习的话 在这边郑重跟各位推荐一套超棒的英语学习APP EF Hello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文章跟科技有关 那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这一套APP 非常棒的一个口语对话能力 好,他给你一个情境 跟这个科技 办公室科技故障的排除 好,那一点下去 他会给你一段这一个 这个background 给你一段背景 好,你就按照这个背景 来练习 这个跟AI来练习口说 好,那各位他你会听到 这边他就是会跟你开始跟你对话 那如果说你在这段对话中 你并不是很清楚该怎么回答 也没有关系 他底下有这个请帮我回答 各位,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 口语练习的一个方式 强烈建议各位 可以下载免费的APP 你就可以体验一下他口语对话的 那个强大的功能的那种感觉 好,那你体验完之后 如果觉得课程不错 你可以用我专属优惠连结 一年只要1999 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各位,第一个单字当然就是 Victim Victim这个单字是受害者 好,那成为什么受害者 记得,这有个惯用字 搭配字 For victim to 成为什么什么的受害者 好,那当然这篇文章就是 AI会模仿会复制你的声音 Clone 这叫克隆 Clone 那进行这个诈骗 诈骗的英文叫scam scam,然后诈骗欺诈 好,那各位这个单字你不妨用 这个扫描这个字来记 scan OK,所以scan,scan 那scan这个单字要扫描 各位它还有快速浏览的意思 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诈骗机会把你的 这个身份证件拿去扫描 OK 那底下这两个字是额外的补充 等一下晚一点会看到 这个单字叫Fraud 那各位什么是Fraud 这个指的是诈骗的这个罪 它当然也是诈骗 但特别指的这个犯罪的行为 中文还有骗子的意思 那各位这个单字你不妨跟这个Fraud 一起记 各位这单字有皱眉 这几个单字各位就一起记吧 scam,scan,Fraud,Fraud 这几个单字 那各位底下额外再补充一个骗语 就是Fraud这个单字是眉毛皱起来皱眉 如果说后面加一个介细词变成暗 对什么事情皱眉 表示各位这个叫做不赞成的意思 看一下中文 所以Millions of people 数以百万计的人 Could fall victim to 三个字不要忘了一起看 成为什么的受害者呢 成为scam 诈骗的受害者 那这些诈骗者是什么样的诈骗者 各位这个是名词加上ing的这个用法 形容词出现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再讲形容词 这个诈骗这个是什么样的诈骗 它是using 使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使用人工智慧来复制their voices 复制他们声音的诈骗 好那这句话是谁说的 UK在英国的bank 这个银行Warrant 叫警告 英国的银行这样子警告 看一下单词 那各位刚刚我们有看到froud这个字 对不对 那后面加上er变成frouster frouster就变成诈骗者 那下面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capable capable各位这单词叫做有能力的 各位让不要忘记 这个前面有个cap 这单词倒是常见 cap这个单词是帽子 戴在头上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cap这个字 手 各位这个字根 其实它就是有重要的意思 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 他要有能力 这个capable 那底下这几个单词 各位就是一并一起补充 在文章出现的单词叫replicate replicate这个单词叫复制 各位那注意它是复制某一种特征 复制这个特征之后进行重制 好那各位在这个单词里面 有pli 那各位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各位之前倒是有讲过pli这个字根 各位它有折叠的意思 折起来 那各位这个re 不要忘了 这个re这个字熟 它有again的意思 再一次 一张纸把它折起来 有没有 左边跟右边就会变成一样了 replicate 好那底下这个单词 加上du 改成du 一样 各位你看有pli duplicate就会变成复制拷贝 各位这指的是 完全一模一样的意思 叫duplicate 那这个单词是这样记 这个是du 那各位你如果知道 二重唱 这个叫duate du这个字熟 它有二的意思 把它变成两个 由一个变两个 就是让它完全一样 duplicate 所以这两个单词 各位就不妨一起记 replicate duplicate 那其中底下这个单词 再额外补充 各位你看 replicate后面加上a 变成replicate replicate 各位这单词叫做 复制品 仿冒品的意思 有没有 复制那个手工艺 重新做了一个replicate 那底下这个pli 记得这个就折叠 这个单词应该就比较耳熟了 这个单词叫complicate com 这个字跟 各位它有一起的意思 有没有 大家都折在一起了 哎呀很复杂 错综复杂 你根本看不清楚了 所以这几个单词 replicate duplicate complicate 还有replicate 这四个单词 各位就可以一起记忆了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starring bank 各位这是这间银行 那后面打了一个动点 针对这个银行 做一下补充说明 好 那这间银行是什么银行呢 它是一个online only 它是只有一个 仅限线上的 这个lander 贷款的银行 它就说什么呢 说froster 诈骗者 后面三个单词 要一起看 are capable of 有能力怎么样 using AI 有能力使用AI 去干嘛 replicate a person's voice 去复制人的声音 从哪里复制呢 from just three seconds 只要三秒钟 of audio 三秒钟的声音 就可以复制了 来 那各位接下来 audio这个单词 是名词 后面出现PP 形容词来了 这个PP 出现的形容词 在补充说明 前面的声音 各位这个声音 就是founding 被发现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被发现的 可能就是 后面一开始有讲 在哪里被发现 for example 举个例子 video 在影片里面 被发现的声音 就可以复制了 还没有结束 各位这个video 这个单词是名词 对不对 名词后面出现的主词 出现的动词 各位什么东西来了 我写错 各位sorry 名词后面出现的句子 各位这个表示什么呢 形容词来了 各位这个影片 是什么影片 the person has posted online 这个人发布在 线上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单词的部分 第一个单词叫phrase phrase指的是片语 用语 好 那各位中间有个r 把r删掉就会变成phase phase这个单词 就是有阶段 有时期 对不对 一个片语会有不同时期的一个发展 那动词还有分段实施 那稍微补充一下 如果说phase out 指的就是逐步淘汰 某一个政策可能没有很好 那就逐步淘汰掉 各位这几个字 两个字一起记 phrase phase 好 random random这个单词是任意的 随机的 那verify 这个单词叫证明 证实的意思 那各位底下这个单词是多出来的 忘了删掉 那接下来各位这一句话 就是在教大家怎么办呢 好 那他就怎么办呢 the bank 这个银行就encouraging 就鼓励人们 encouraging people 去agree 去同意去约定一个say phrase 安全的短句 有一点类似像暗号 跟谁 with their 来各位这两个单词 是要一起看的 叫love ones 亲人或者是家人 那这个安全短句 就是暗号 它是一个simple random 随机的phrase 就是常常要做更换 好 那各位又来了 可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作者很喜欢这种结构 名词 是不是在这边 安全短句 随机的短句 phrase 好 那各位这个phrase 后面出现的这个that 那各位知道一个概念 名词后面 如果加上that 表示什么呢 形容词来了 从这边到这边 又再讲形容词 再补充说明 前面的短句 好 那各位这个短句 是什么短句 easy to remember 你自己要记得 不要忘了 跟家人约定 结果自己又忘了 indifferent from their other passwords 跟其他密码 不一样的短句 可能就是彼此间的暗号 那这个暗号就可以干嘛 can be used 逼动材上 一地变成被动 可以被用来verify 确认their identity 身份 透过over the phone 透过电话 来确认身份 哎呀真没想到 以后打电话 都还要先来一个密码 搞得很像是那个特勤 有没有搞得很像FBI 你可能还要念一串密码 对不对 念一串暗号 好身份认证完毕 哎呀我的天啊 我们人 怎么活得越来越辛苦了呢 那各位这个句子的结构 各位倒是有看到 这边是不是有个ers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这边出现了一个逗点 各位它句子结构是这样 就是ers 一句话 逗点 一句话 ers中文翻译是当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逗点 先来做一下短句 那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单字 各位第一个单字叫adapt adapt这个单字是擅长的 OK 那接下来这几个单字 都长得非常的像 我这边就一并做补充 首先中间改成o 变成adapt adapt这个单字有收养 有采用 有选用 那adapt这个单字叫做 适应改造改变 哎呀各位 这真的是千古难题 相信从国中开始 各位可能这几个单字 就不断困扰着各位 常常会搞混 那这边教各位几个方法 来首先各位 我们有看到adapt 有没有 这中间不是有个o吗 那各位这个o 就很像是一个圈 把东西纳进来这个圈 这个东西就接受了 好所以有没有收养 纳进来 收养一只小狗狗 纳进来 变成我们家 采用别人的方法 我把它纳进来 各位就是这种感受 看你可以 你可以这个样子记 那adapt各位 这单字就是前面有a 中间有a 试着变成一样 所以各位它有适应 有改造改变的意思 就是本来a 试着让它后面 也成为一个a 改变的感觉 所以各位这两个单字 adapt adapt 那底下这个单字叫mimic mimic这单字叫模仿的意思 看一下中文 所以当这个随着a 要becomes 变得increasingly 越来越adapt 越来越擅长 擅长什么是 a 解析词后面加上ing 擅长于mimicking 模仿human voices 人类的声音 接下来 各位我们还原这个d点 后面 各位到这边又有出现下一个d点 我们来看一下中文单字的部分 mouting加上ing 就会变成增加的 把ng把它删掉 变成mout mout这个单字动词是增加 有没有往上 各位就爬山了 往上上升 爬上去骑马骑单车 各位它还有安装的意思 你在爬山 你总是到了山顶 你可能要安装什么东西 帐篷 没错吧 各位你看得出来 mout这个单字就是mouton 这个单字过来的 山 这个t会发m的时候mouton 那接下来potential这个单字 就是潜在的 可能的 名词有潜能 这个单字我们上个礼拜有补充过 叫做potent potent这个单字叫做强大的 你的潜能非常的强大 各位有没有看到 i-a-l删掉就会变成potent 所以potent potential 两个单字就一起记 那刚刚补充过这三个单字 你就利用山有没有 mouton这个利用来把a-i-n删掉 就会变成mout 加上ing就变成mouting 看一下中文 concerns这个担忧 担忧mouting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 关于这个AI的potential 潜在的这个能力 去harm people 伤害人们 借由什么呢 后面开始来举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举例的部分 先看一下单字 access 各位重要单字 各位access这个单字通道途径 动材有读取 爆炸好记 欧元欧元美金美金 你有钱就有管道 非常好记 那misinformation 这个单字叫假资讯 好那后面举例 什么样呢 helping 帮助criminals犯罪去access 读取他们的bank accounts 银行账户 并且spread misinformation 扩散一些假消息 以上就是今天文章的讲解了 我再播放一下音档 让各位做一下全文复习 for example a video the person has posted online the bank is encouraging people to agree a safe phrase with their loved ones a simple random phrase tha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ifferent from their other passwords that can be used to verify their identity over the phone as AI becomes increasingly adept at mimicking human voices concerns are mounting about its potential to harm people by for example helping criminals access their bank accounts and spread misinformation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文章全部的介绍了 那各位我再用一点时间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美国的邮寄 那各位目前我是在 这个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主要就是 这一个八字形的一个路线 那我上一次呢 就是我是从北端的入口进来的 北端就是这个入口进来的 那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是到这边 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 大约就是在这附近的一个景点 那黄石公园里面的这个景色 非常的开阔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有没有这是这一条路 原则上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另外一张 各位你有看到这个马路在左下角 那各位这个很多景可以看 有山有河 另外一个角度 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这是原则上在里面开车 就是相当的这个舒服 像很多的景点 大概就是像这样有没有 在远处你就停个车 然后就开始爬一段小坡 那爬上去 那整个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 那如果喜欢我的教学呢 我每周一会固定更新免费的影片 在每周四则会上架会员限定的影片 时间比较长 会来到25到35分钟左右 学习量会增加 单次小游戏会变成无期间限制 每个月只要45元 就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了 那还有75跟150你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 那我影片主要就是在教各位单字的记忆方法 还有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能看到这边 恭喜你又看到最后了 那各位这个AI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 大家一定要 当然AI能够帮我们做什么事 诈骗集团一定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情 可以还是要多保持警觉性 好了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